近年来,随着城市生活节奏的加快和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提高,室内装修已成为许多人打造理想家居不可或缺的一环。 然而,有时在进行装修过程中,可能会遇到邻里投诉或相关检举,让人感到困扰。 面对这样的情况,我们可以通过三大重点来应对。 三大方法轻松解决检举疑虑。 第一点,了解相关法规和规定,在进行室内装修之前,首先应该了解当地的建筑和装修相关法规,确保自己的装修计划是合法合规的。 不同地区可能有不同的规定,包括装修时段、施工噪音标准、外墙颜色方面等限制。 了解这些法规,有助于避免日后的投诉和检举。 第二点,与邻里沟通协商,在开始装修之前,可以主动与邻里进行沟通,告知他们您的装修计划,并征求他们的意见。 透明而优好的沟通有助于建立良好的邻里关系,并减少潜在的投诉。 如果有邻里对装修计划有意义,可以试着进行协商,找到彼此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,以确保双方的权益得到保障。 第三点,合理控制施工影响,避免在深夜或早晨大声作业,以免扰民。 同时,在装修现场应该妥善处理噪音、灰尘等施工产生的影响,以减少对周围居民的困扰。 可以考虑使用隔音材料、定期清理工地等方式,提高施工的环境友好性。 请留言你在装修上的疑问,让我们来帮你解惑。 每周固定上片,订阅我们才不会错过。 这个频道是专门提供装修、装潢的知识,了解装潢费用、装修预算、装潢报价单、参考室内设计风格。 如果你想了解装修、室内设计的大小事,你可以在右下角免费订阅频道,然后开启小铃铛。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周推出的影片。 也可以在下方发问正在困扰你的问题哦。